好,是時候分享一下有關今日的事情 今天考通識 大家知道通識的題目嗎? 其中一條是講拉布 應該是講議員拉布的問題 聽別人的說話 拉布會有影響給洛貴共同 有看我台的人 我相信你一定會回答這條問題 你知道我從不拉布 我從來不拉布的 我玩了一些遊戲 爽朗、表斷、快捷 很乾脆 年輕得碰脹,誰亦能脹 威化般乾脆 很爽快,行運流水 一定是這樣的 而且我記得我在去年的時候 我也有講過拉布的事情 那時候好像剛好 梁國雄議員還是什麼 和毓民還是什麼 在那裡拉布 那時候 不知阻擋法案 他就這樣說 我好像有提過 如果你是學生會還是學校 提過什麼不好的事情 都可以這樣拉布 然後他完全是動意失敗 還是怎樣 是吧 相信如果你是看我台 我覺得你一定是 你可以這樣回答 我絕對 反對拉布 你是這樣的 你應該學達叔 如果你要解決問題 任何事情 都要了斷 很爽快 很爽快 快快 正正 像達哥一樣 打卡 這樣就是最好的 不需要拉布 他一樣可以做到好結果 一樣的